农曆 農曆新年快到了 相信大家都想買幾個罐頭鮑魚回家 看門口應一下 市面上這些扁罐頭鮑魚 可能平時大家都吃得多 新年大家都想買一些 金貴少少的大透鮑魚 怎樣選擇好呢 其實在招紙上有幾個重要資訊 可以看得到 只要學會看 就很容易清楚知道 大家想買到什麼鮑魚 市面上的罐頭鮑魚 其實市面上的罐頭鮑魚 都主要來自己的產地 例如這些就是澳洲和墨西哥 他們的特點都是比較大隻 可能一罐只有一隻至三隻 它們都是比較厚身的鮑魚 再來就是南非鮑魚 南非鮑魚的特徵就是 它的尺寸範圍比較廣 可能有一罐有四至五隻 到一罐有二三十隻都有 它的口感比較軟滑 再下去就是台灣和內地的罐頭鮑魚 它們主要是比較小隻的鮑魚 其實罐頭鮑魚裡面有多少隻呢 全部都可以在罐底看得到 譬如這裡寫著一字 代表裡面有一隻鮑魚 如果這裡寫著一一 就是有一隻半鮑魚 是一隻完整的 再加半隻鮑魚 如此類推 譬如這裡寫著八隻 代表裡面有八隻鮑魚 但其實罐頭鮑 它說多少頭數 跟乾鮑有點不同 因為乾鮑 平時我們說的頭數 就是用來分到有幾大隻鮑魚 如果乾鮑的頭數越小 數字越小 鮑魚的體積就越大 但其實在罐頭鮑裡面 罐頭鮑只是說罐頭裡面 有多少隻鮑魚 但不一定是反映到 它的鮑魚有幾大隻 所以我們就要看一件事 就叫做淨鮑魚重量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譬如這個 它寫著一頭 它的淨鮑魚重量是255g 鮑魚大概有200多g 就是一隻很大隻的鮑魚 然後我們看這兩個 它同樣寫著 它是一個八頭的鮑魚 是否代表它一樣大 其實不是 我們就看淨鮑魚重量 譬如這裡寫著 淨鮑魚重量是213克 即是平均每隻鮑魚 大概是27克左右 而這個同樣都是八隻 但淨鮑魚重量只有155克 即是代表每一隻鮑魚的平均都不夠20克 所以你看到雖然它們兩個都是八頭 兩個半都差不多大 但其實這隻鮑魚 裡面會大過這隻鮑魚四成多 其實市面上的罐頭包 主要都是兩隻口味 一就是清湯 清湯就是指鹽水 清湯鮑魚的好處 就是它會比較吃到鮑魚本身原有的鮮味 還有如果你之後再做菜 它就不會被味限制了 而就是紅燒汁 但紅燒汁方便快捷 可能你簡單配些蔬菜 你都不用特地再調味汁 調味道就已經可以吃了 龍燒汁 不用再問你 龍燒汁 只要抓住它 沒什麼 鮑魚 елых鮑魚 三角度 不太精湯 對 大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